玉龍當家射手男模呂正如 兩年前打出生涯年 可惜在MVP獎項競爭中 不敵台版LBJ周宇翔 而他本季再創巔峰 發揮招牌外線 三分球命中率是購取者的35% 連場平均16.8分高局本土得分王 跟幫助球隊戰績穩居前二 打滾聯盟第14個球技 拿過三座冠軍 今年有機會問鼎 生涯第一座年度MVP 在球隊甚至在這個聯盟 已經也算是打滿久了 那其實也真的不需要 我自己覺得穩定反而比較重要 然後不必特別說 一定要拿什麼獎項 或做什麼事情來證明說 自己有多大的能耐 如果可以當然都是開心 因為畢竟這真的也是 還是對我們 對自己的一個肯定 對我來講 目前是不是最重要的一個 我覺得還是去 如果有機會 可以拿到總冠軍 這才是最重要的 藍模話說的保守 或許也是因為 幾位競爭對手來勢生兄 包括雙章張榮軒 張宗憲 以及去年FMVP蘇一傑 得分都緊追在後 其中台版Skola 張榮軒以絕佳出手選擇 投籃命中率上看52% 是當中唯一超過五成的 至於噴射機張宗憲 4.3籃板 3.2助攻 外帶1.3次超級 伸手全面成為最大本錢 而蘇伊傑每場平均傳出4.5助攻 居聯盟第三 控場能力更是國家隊主控等級 這場MVP之爭可說是相當激烈 每個人口味不同嘛 那有些人喜歡吃麵 有些人喜歡吃飯 有些人喜歡吃菜啊肉啊都不一樣 那每個人打球風 我們的每個人打球風格也都不一樣 我覺得還是去做好自己最大的努力 然後回饋給球民觀眾 這才是最重要的 確實 4位候選人各有特色 球隊例行賽最終戰績排名 也將成為一大衡量重點 年度MVP最後降落誰家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未來體育新聞 兩位易烈的意涵採訪報導